狮子狩猎非洲野犬 水牛来救援 看看动物世界的神奇 今天的狮群 要打三哥的主意 一定把三哥包围了 非洲野犬在非洲草原 称为三哥 有一号 这远处的水牛大军 也浩浩荡荡过来了 这个非洲野犬还没有发现危险 狮群呢 已经潜伏到他们身边了 开始发起进攻 狮子和非洲野犬呢 就是天生的仇家 见面就是干 狮子呢 经常会抢三哥的食物 所以说呢 三哥一旦遇到 单打独斗的狮子 绝对不会手下流行 绝对是痛下杀手 今天这个狮群呢 也是在报复三哥 把三哥团团的围住 看这样今天呢 狮子也是下决心 要干掉三哥了 看看时间哪下了 远处的非洲野犬 不敢过来 深深的被上了一个 大耳朵可不小 接下来看看水牛 闪亮登场 开始把狮子打散 水牛这暴皮线 再配上这大牛角 绝对是无敌了 这是一只雄性大翠熊 一吨重的身材 绝对是个暴皮线 一拐弯自己摘了 太能得瑟了啊 看看这一群狮子啊 一人一口也够你瘦的 这个狠啊 直接把狮子调起来了 这个牛角长得 形状挺特殊啊 这面狮子和三哥还在干呢 被一群三哥围攻 这个母狮子也无能为力 只能好好的保护自己的屁股 免得被三哥掏缸啊 这边的水牛啊 还在顽强的反抗 终于倒下了 废了 这只水牛废了啊 成了狮子的午餐 这暴皮线又起来了啊 真没想到啊 暴皮线 大象和鳄鱼之间的厮杀啊 鳄鱼是水中霸主 大象呢 也没有什么天敌 但是呢 在水中 鳄鱼可以轻松的干大象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大象没有鼻子啊 基本上都是鳄鱼干的 你看直接咬住小象的鼻子 他咬住以后呢就不会松开 这咬合力是真强啊 而且他会旋转身体把肉给敷开 这只大象聪明啊 用蹄子踩鳄鱼 现在过河啊相当危险 鳄鱼 鳄鱼经常潜伏在水中啊 等猎物经过 他突然袭击 这速度是相当快 直接咬住大象的鼻子 这只大象侥幸的逃脱了啊 现在大象在报复鳄鱼啊 这只鳄鱼终于被大象踩死了 重量在这摆着呢啊 踩上一脚鳄鱼就废了 这个小象啊很危险 在水中相当危险赶紧上岸 看看小象上不来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狮子狩猎幽猪 这狮子也会倒洞了啊 看看幽猪这疗牙 很锋利啊 幽猪他都是生活在地下洞穴里面 一般都是一个家族十多只 所以说狮子才会挖洞啊 把幽猪挖出来 看看这幽猪跑的也不慢呢 看看这狮子的盗洞的本事也 挺好啊 这小幽猪刚刚出生不久 这个幽猪繁殖的非常快 所以说狮子啊捕杀它 也影响不了它的数量 这个獠牙呀 有的时候可以反杀石子 今天的视群呢也是做好准备了啊 但是幽猪很难对付 鹰的眼睛爆的速度 我们看看老鹰狩猎小鳄鱼 老鹰的主要攻击武器就是它的爪子和 它的嘴啊相当锋利 它已经俯冲下来了 小鳄鱼赶紧跑 母亲鳄鱼啊完全反抗 老鹰的爪子可以抓到 肉里面去相当锋利 而且它俯冲下来的力量啊 相当强大 不愧是大型的猛型啊空中霸主 看这小知识给你拿的 猛猎山羊 看看山羊不是好惹的啊 相当危险啊 山羊直接往石头上创啊 想把老鹰甩掉 旁边还有一个兄弟帮忙 老鹰失败了啊 被干的挺惨的 这边是狮子啊 狮猎老鹰 一群小狮子在玩耍 这个狮群也挺强大呀 看看真正的老鹰狩猎啊 直接把山羊能抓起来 这个翻根头了啊 看看把山羊直接抓起来啊 然后从高处扔下去 把山羊抓死 这相当聪明啊 老鹰狩猎狐狐狸 狐狸相当狡猾 不好对付啊 顽强的反抗 看见老鹰狩猎不太顺利啊 用爪子啊 直接把狐狸的嘴抓住了啊 直接带上了天空 可以啊 狩猎成功 疯狂的野生动物 攻击人类 攻击汽车啊 狮子王 玩的开心 看一看 这个人类的胆子有多大啊 近距离的接触狮子 一会儿你就看到狮子的危险了 看一看啊 狮子突然出击 这哥仨赶紧跑啊 好笑不 直接车开走了啊 赶紧上树 接下来看看野牛攻击汽车 这个牛角啊 直接创的汽车忽悠一动啊 都是敞篷车啊 很危险 这些摄影爱好者啊 胆子是真不小啊 这个是非洲水牛 也叫做非洲野牛 一吨重左右 他可以把汽车掀翻啊 看看这牛角相当的锋利 直接把车尾灯盖 然后转身就跑 这才是水牛的风范啊 干的漂亮 这个是猎豹 直接上车了 有点狠啊 追着车不放啊 我一看这是饿了啊 结果被汽车压了一下 太危险了 这个胆子太大了 看看这个 直接攻击人类啊 疯狂的大水牛 疯狂的大水牛 今天的动物世界相当好看啊 水牛的镜头还真不少啊 看看把汽车创的忽悠一下 好学没翻了 所以说动物的力量啊 还是很强大的 还是狮子威风啊 哇这个狠呢 这个是猎豹 狩猎家犬 这个家犬没有反抗能力啊 直接被猎豹咬住了喉咙 你看他这些猎豹 超过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